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日总结》 我是Fiko英文 今天和大家看内地和本案股市的收市情况 内地股市收市全市特价 上证组合指数跌12点报3036点 深证成分指数跌146点报10908点 户心328点报3685点 创意板指数跌42点报2357点 恒指方面今天收报16081点 跌277点 国企指数跌117点报5417点 科技指数跌107点报3172点 大市成交由921亿减 这个环节有Samuel做嘉宾 Samuel 你好 Hello Fiki 看到今天港股曾跌穿过16000点 但最终收市 守回在16000点这个关口 还有跌幅也不太大 因为曾经跌过300多点 最终跌200多点 因为今天市场这样回发 其实都好像预算了 因为科技股、车股 甚至是之前升上来的汇控 今天都回落了 但其实看回成交又不算太大 比起之前几天升市的情况之下 都是900多亿 会不会说也不算太差呢 因为今天都收到万六 世上今天真的不太差 一来成交又不过千亿 二来就是刚才Fiki提过 今天的低位其实就穿过万六点 其实就已经试图了 20天线附近的一些支持在这里 如果你说要计算 整个10月底 至到10月底后 捉完底之后 开始即是叫做突破的话 第一天的突破就会是11月4日 当时突破的一个压力区 就会是10月24日和21日 这几天做了的一些颈线位 所以你说很顺理成章地 要做一些后抽 试一些回调的话 其实都是试这些位置 刚刚好 今天你说收市的时候 又可以叫做弹套上去 站得到在16000点的话 今天都算是一个 叫做挺漂亮的回调 或者一些后抽的形态在这里 所以我觉得 后市又未去到 真是叫做那么乐观 如果你说 看着一些叫做MACD 可能短期一些 转向或者转小的情况的话 又未出现一个 红差距 就是说未开始出一些红信号的话 其实我觉得整个反弹的势头 就未算是叫做完结的 所以我觉得 刚好这些位置 可以守得住的 可以继续 叫做再看多几天 起码你说16000点 不要穿的话 向下的压力暂时就未有 但如果你说 市况比较差一些 譬如就好像说今晚的CPI 如果真的叫做超出预期太多 令到 美国的一些叫做基准利率 未来可能会继续加大的话 那对于 离岸人民币方面的角色 怎样就会有一些 压力在 因为那些钱就会拍在美元资产上 所以就有机会 如果你说真是出现 刚才说过这个 悲观点的情况 那对于股市来说 就不利的 到时候你说穿回二十天线底下 也有很多人就开始做一些止蚀 或者说 做一些反向的动作 所以到时候要 真是部署的话 就会是等到二十天线 都真是叫穿回的时候 才叫做再考虑 好啊 都跟西米庆有点 焦点股份的表现 其实今天看到 这些手机設備股 表现都挺两极的 垂星就升4% 但信羽就跌0.3% 信羽又出了 十月的手机镜头出货量 达到一亿件 按年是要跌一成二 但其实按月都有一个升幅 升5% 其实看到大行都收货 好像高盛说 其实出货量 连续六个月 按年有负增长 但其实看到跌幅是收窄了 手机镜头出货量 再次突破一亿件 亦都是今年5月以来 表现是最好 上月的手机摄像模组 出货量按月也涨到19% 出货量达到4400万件 亦都是今年7月以来的表现最好 升了它的目标价 调高1成4 看到81元 但其实都是比现价更低的水平 其实这个业绩 虽然高盛说到 其实都叫做收货 是不是又不值得它大升呢 大升就未至于 但如果你看到今天 它在低位开始拉上来的话 就是说由80元开始 一路叫做扯上来 高位收市 挤着85元这些位置 升了差不多5元上来 其实就不算是差了 在低位拉上来 已经是 以个%来计算的话 绝对是跑赢到市 然后你说在 刚才提到Fiki那几个数据里面 手机镜头的确是做得不错的 因为过去的下半年来计算 基本上每一个月的按年跌幅 都要去到一成半至三成左右这个 range 而且这个月之前的时间 一直是每一个月都比上一个月差 出现一些每放月下的情况 上一个月的时候 即是九月份 当时当月的时候 按年的跌幅 差不多接近三成 所以是 差不多全年最差的状况 但是现在十月了 突然之间又扭转了 单月其实按年跌得一成左右 所以其实在气氛上 又算是改善了不少 起码就扭转了 下半年每放月下的这个状况 所以在现在这一刻 这些股价上 我觉得又未至于 需要做一些很大的回调 虽然你说今天来说 科技股 尤其是一些互联网平台 即是软件类的股份 今天是对得比较厉害 但是如果你说硬件类的 顺雨或者说瑞星 他们在第三季 能够交出功课的话 未至于太差 尤其是刚刚十月份 顺雨出完数 然后瑞星方面 刚刚第三季 赚2亿多 其实整个9个月 即是9个月加上 都是赚5亿多 所以其实你看到 计算数 就等于第三季 已经赚了差不多 整个上半年的盈利 所以硬件股 走得比较强 都会有一个理由 所以顺雨你说 在这些位置 守得着50天线的话 又未至于真的太差 如果你说 拿整个10月至11月 一些比较窄一点的 横行区来量 有两个压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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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就是 振住79.2左右 会做得比较多上映线 然后比较高一点的 一些buffer位 就会是10月初的时候 做了两三天 10月5日 10月6日 即是裂口高开的时候 做了两天的高位 那里就大约82元左右 所以振住这两个位置 可以守得住的话 其实向下的压力区 就不算算很多 所以首要位置 第一个阶段的 82元算是可以守得住 这些位置可以 买得回的话 其实是有得升的 因为你说去到50天线 慢慢向下挨 所以起码就能守得上去 而且颈线今天试园 没说再穿多一步 就可以继续持有 如果你说今天开始 两个时段都没有入货的话 那看看有没有机会 回到50天线 直到第一条颈线的位置 即83.6至82.5这个阶段 给1元的上落空间 到时再捞货 都仍然是可以接受的 好的 今天其实市场 虽然不是跌得很多 但其实有些板块 也跑书大市 就是新能源车股 今天跌幅挺夸张 因为隔晚 Elon Musk公布了 他又减持了Tesla的股票 价值由39.5亿美元 至他说收购Twitter以来 总抛售额已达到近200亿美元 隔晚看到Tesla 也要跌超过7% 所以今天看到蔚来跌1.3% 小鹏跌9% 理想跌6% 其实比亚迪也要跌4% 但其实看回最新公布的内地成员会的数据 其实上月的新能源乘用车的销售 55.6万架 其实升了7.5% 当中比亚迪的批发销量 21.8万架 也是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 其实这个板块里面 是不是比亚迪虽然跌到这样 还可以看得下呢 如果你说看他刚刚今个10月份 那个销售量 差不多22万架 一来就已经跑赢了其他同业的升幅 二来就是他自己也创一个历史新高 所以近期价格的走势 的确跟他的基本面的表现 就不算真的叫做好伤情 如果你说去到他们今年全年度的本身 预期一个目标就大概卖到178万部左右 但是那些行业看得比较乐观些 例如你说高盛看 其实就预计他应该卖到190万部 所以未来这两个月 每个月卖到20万部 都有机会达到 所以在业绩上 你说有没有条件需要 令到股价需要跌穿之前的52周升低 其实就难一点的 因为11、12月份的时候 如果销售量不是真的差过之前的话 是比较少的机会 要将股值向下继续跌穿 今年来的表现 因为它现在的销售量是在创新高 你没理由要股价在这些时间创新低 所以在技术走势上 和基本因素暂时不算相称 而且比较迪刚刚跟高盛大行 开了一个访问 里面他提到 每一架车的一些盈利 或者可能销售无利 就由年头开始的三千 每一架可以买到三千的纯利 然后去到年尾 差不多接近五千元人民币一部 所以他们在无利率方面 亦是有所扩大 在盈利增长的情况下 量价都可以提升 其实前景上的确是不差 不过受着减持因素的影响 可能沽压会比较多 如果你说在这些水平 我就不建议立刻再沽下去 因为在日内的时间 就是说今天的下影线 挖着176元左右 其实刚好就是试了 之前画过一条下降轨 这条下降轨都很长 这条下降轨是由7月8月开始 一些高位拉下来 其实基本上就已经试了 一条下降轨的支持 所以有机会短期之内 就要反弹一两下先 所以有观众问要做一些淡仓的话 我会建议 看起来明天 可不可以维持在这条颈线位置 就是说比较软一点的防线 亦都是11月9日的低位 挖着184元左右 升不穿的话 都是被一条颈线扎着的 才叫做再去想一些淡仓 因为短期之内 应该是要先出一点反弹 好的 Winston 你就不要多守住 看看他明天的情况又如何 亦都谢谢Samuel和我们 这么长转的分析 和你宣布一下 有没有持有以上的股份 都没有持有的 好 今集节目时间 就差不多 我和Samuel聊到这里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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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